每个人都渴望有自己舒适的生活空间 很多人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空间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清楚要怎么样做规划 这个时候身为建筑师同时也是室内设计师的彼得·库尔兹 也许就能够帮上您的忙 今天彼得的客户阿西姆带来了公寓 他希望彼得可以把自己的新房间设计得带有地中海的风情 因为阿西姆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些想法 除了提供设计方案之外 他还准备了一个服务套装 可以解决从墙面的颜色到选择合适家具等所有的室内装潢设计方面的问题 在阿西姆的新家彼得选择了暖色调来代替原本单调的白色 并且在厨房当中大胆地使用了红色调纹 几天之后阿西姆来到新家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看到彼得给他的房屋带来的第一批变化 彼得库尔兹的室内设计按照平米数向客户收取费用 这一次阿西姆总共为他的新家支付了1000欧元的设计费用 与此同时彼得已经有了下一位新的客户 莫妮卡诺沃特尼 这位母亲正在发愁要如何的设计孩子们的游戏室 而彼得的建议就是在游戏室中要增加储物的空间 为此他为莫妮卡制定了一个设计方案 费用则为100欧元 现在室内设计顾问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样稀罕的事情了 但是在无限可能的生活空间规划当中 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是最为重要的 其实是像彼得一样的专业设计师 他们也希望客户能够尽可能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毕竟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